我们请那个双面人 双面人 双面人讲一下话 不是啦 我是这样讲啦 等一下啦 你应该是说要恭喜Lulu 新闻那么大 谁是双面入围 双料不是双面 双料 Lulu台上被窥双面入围金钟 不对方一道歉 再挖就有点无聊了 我等小姐说了 无疑德 是的 就是这位Seprina 无疑德 在小S主持的节目上 爆料大学生了眉 某个名字两个字 现在非常红的班底是双面人 而躺着中枪的Lulu 半夜喊碎 先谢谢所有看到大学生了眉 很红这些关键字 就联想到我的网友们 但是我要郑重声明 我在2013年 就已经从大学生了眉中毕业 也位于过在S姐节目中 分享故事的这位网红 无端卷入分钟 在三人乘五的年代里 这让人感到非常莫名 且不舒服 那天发出那个声明 就A姐有传讯息给我 然后也很谢谢她 她太客气了 我觉得这种事情下次好 这个制作单位要第一时间出来 直学 冰有头再有主 怎么会是Lulu出来喊冤呢 Lulu是无辜重见的人 那制作单位你一定知道 她不是在讲Lulu 那后来小S也出来讲了嘛 对不对 太晚了 第一时间就应该要出来讲 那这样子已经散播开来 很多人只看标题嘛 我看到标题 我也是第一时间吓一跳 Lulu已经重见落嘛 然后你们才开始出来 我都自己啦 不要这样啦 有一些无心之过 但变成真的会伤害到某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这就不是擂台上的较劲了 对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那要好好地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可以用时间来证明的 但他其实没有针对 只是他可能 那也是第一次 每天这样子不小心 我有联络上这个同学 因为他本来是前一支我的粉丝 他有加过我的几时动态什么的 所以他也觉得不知道 后面会造成这么大的风波 所以他有跟我说对不起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没事了 他那个影片是真的很久很久以前 然后他的名字也不一样了 那对啊 那你说真的我们录影一天录五集 那一起十个人好了 我每天就是五十个人了 然后说那个时间 他跟现在长不一样 我也长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要再为了挖而挖 然后为了说为了达理人达理 我觉得这有一点就无聊了 对 那我觉得 这其实没什么事嘛 人工是非多嘛 就跟你讲 对 谢谢 谢谢大家 到时为去罢 谢谢 台湾必须充满爱 不要互相干掉了 好不好 加油 爱 哈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国英 哈喽大家好我是国书瑶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英杰 哈哈哈哈 來 吃飯 吃飯 一直覺得 真的嗎 對 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了